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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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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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到第11波的時候呢 這邊應該要放下第二隻的大熊 我們看到,我放的時間有一點晚 所以大家看到,我相當的危險 差一點要撞上去了 但是沒有關係,我們要相信大熊好不好 大熊真的很強 但是你在第11波的時候,你必須要放出第二隻四星的大熊 然後接下來大家可以注意到 我在第10波的時候,我把我的艾斯卡諾兩隻升到四級滿級之後呢 我這場我就沒有再繼續選擇去加 也就是說兩隻艾斯卡諾其實就夠了 但是呢,有些人可能會很喜歡龍王會擔心 那你可以考慮再加 因為基本上在第12波之前都是可以再加的 那我自己這邊的部分的話,我就選擇說 先開始放我的大熊 那事實證明到最後的話,大家可以發現說 經濟可能會有一點緊 但是呢,我可以比較保障 我在第11波、12波開始到最後的時候 比較不容易翻車啦 那事實上到最後的傷害還是可以把BOSS給擊殺的 那這邊的話就是 就是BOSS可以開始 我把大熊選擇放在這個 這個轉角的原因是因為這個轉角 它這個路徑範圍打得很大嘛 這整條路徑它覆蓋的範圍很大 那這邊就會變成接下來的一個主戰區 好,那我們可以看到來到第14波的時候 我這個轉角已經有3隻大熊了 然後再加上後面有剛剛的前面的第一隻跟第二隻 所以我現在總共有5隻大熊 那這邊要特別有一個地方 是我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把主戰場的設在這邊 因為這邊 它的路徑範圍覆蓋的比較大 那我們這邊呢,至少好不好 至少要放下兩隻滿級的城太郎 因為待會這個BOSS出來之後啊 這關其實可以發現大家的這個移動速度還蠻快的 如果你要放黑鬍子其實 其實也行 但是因為我這場的話 我就是放黑鬍子放的時間比較慢了 所以我就會用這個放這個城太郎 那這個補上城太郎之後呢 我們來到15波 我們把那個艾斯卡諾給賣掉 然後我們放下 這邊再放滿5隻的這個大熊 加上後面兩隻 所以一共有7隻的大熊 最後再把第二隻的這個城太郎給升到滿級 那這邊用兩隻城太郎的用意是 待會這個BOSS過來之後啊 它可以就是 就是 無限罰戰 讓它無限停在地上罰戰這樣 那剛剛有稍微提到黑鬍子的部分 其實大家看到我這場有一點 因為其實打到這邊的時候有點慌你知道嗎 這邊看這個怪好多 然後想說後面會不會更多 所以我 我等一下可以看到我到後面去補了一隻黑鬍子 但其實是不需要的 因為等到我補下這黑鬍子的時候 後面已經沒怪了 然後升上去之後沒多久 這個BOSS就出來了 一點尷尬 好不好 所以這個黑鬍子其實是放很失敗 如果說這黑鬍子的錢省下來 再把剛剛前面 就是我剛剛第一隻那個放在家門口 最後面那隻 呃 城太郎的錢也省下來 然後把兩隻gate賣掉的話 其實我是可以放出第三隻城太郎的 那如果說這個轉角有三隻城太郎的話 基本上BOSS是過不去的 好不好 因為這個這個轉角這個 城太郎CD時間太短了 可以一直不斷持續的持續的食品 好那 基本上這邊就是要善用你的食品 其實基本上不是等到BOSS才用 看到這個怪差不多跑掉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一下 它時間也很短 這邊用掉食品沒關係 我前面還有一隻 特別用擔心的 那大家可以發現喔 這個BOSS它其實是吃到了這個 它其實是吃到了黑鬍子的緩速 它走的還是很快喔 所以說這一關 我其實不太建議大家去戴黑鬍子 因為感覺 好像也沒有真的緩到什麼 那 但是你可以透過不斷實停的方式 大家可以看到 無限實停 好吧 然後它連路都沒辦法走 那我這邊最後的話 是這個轉角的部分有五隻大雄 加上最後的一方有兩隻 但那兩隻可能也沒打到什麼東西吧 就可以就可以擋住了 所以其實這關的BOSS不是 不是最難搞的部分 最難搞的地方反而是前面剛剛提到第六波的時候 那個時候真的是 呃 怪的數量真的是相當的大這樣 看到打死它之後 這個你就會看到了這個 跳出了一顆炸彈珠 欸 怎麼還不跳 喔 跳出來了 OK 獲得這個 Bomba Orb 好不好 炸彈珠 那這個炸彈珠呢 其實它看起來很帥喔 好 但是待會我們來看一下它這個實際上的一個數據 這炸彈珠呢 它加的東西就是 加30%的一個基礎攻擊 它其實就是弱化版的這個火珠 我們的火珠是加100%的這個基礎攻擊嘛 已經感覺普普了好不好 除非給特定的塔使用 那這個加38的這個炸彈珠 又感覺更弱了一點 好不好 它這個 你挑戰T2 感覺通關的成就感 大於這個實質獎勵喔 就是你可以通關之後拿到這個炸彈 然後秀給別人看 你看我有炸彈好猛 但是呢 其實這顆珠 感覺是目前四顆珠當中 以目前現階段來說啊 效用比較低的一顆珠啦 但是畢竟是 你知道 作者推出來嘛 我們就來拿一下 像是拿成就一樣 好 那再次跟大家整理一下 這一關 要挑戰這個T2的一個重點 首先第一個 你有火珠之後 我們帶的是兩顆珠喔 一顆是火珠 一顆是成本珠 好 那你有火珠之後呢 你要把火珠裝備給Gate 滿級的Gate加上火珠 那它0等放出來的傷害 就有179 0.5秒打179 它可以直接放下來 1等 第一波放下來之後 一直守到第五波 第五波錢 你就拚命的農金器就好 第五波出來錢 就是第四波跳錢之後呢 你必須要有兩隻的這個 艾斯卡諾或是布馬 升到兩等 兩隻兩等喔 然後第五波開始 你就沒辦法再動你的農田了 你必須要做的是 首先先放一隻Gate 在第一隻Gate的對稱點 那個轉角對稱的位置 再放下第二隻Gate 再來在第六波大部隊到達之前 你必須要再放下一隻大熊 那大熊的位置會是 在最後一個轉找 面對主堡的那個位置 那必須要把他升到兩等 不能多也不能少 兩等是他這個 守長 兼具傷害 最 發揮的最好的一個地方 那 這邊有人會說 如果說那邊很不穩 很不穩怎麼辦 你可以 其實你可以再補上第三隻Gate 好不好 這邊是OK的 你可以再補上第三隻Gate 只是說Gate放這個位置 可能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要放互相間隔遠一點 因為這一關他 前面的時候很多那個製暴的 製暴的話會 他死掉會暈眩 暈眩 那你塔如果都集在一起 那就一起暈眩 這樣的話會比較虧一點 盡量把第三隻Gate 放在更遠一點的地方 那你也不要 刻意放太多 因為 你還要注意的是 在第五波放在這裡之後 在第八波 好不好 跳前的時候 你必須要 跳 跳第八波前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 把大熊升到四級了 好不好 錢存一存之後 你看到三級錢夠也不要點 等到確定有四級錢要進來之後 你再把他升上去 因為三級 剛剛有說過 他手會變短 你可能會漏過來 好那 第八波升到四級之後 後面就可以開始 繼續的弄 第十一波的時候 記得放下第二隻四級的大熊 然後後面的事 大家也都知道了 Z4 &Z 後面亂放 都會過 好嗎 黑鬍子 亂放 放完再賣掉 都會過 沒問題的 好 那這以上就是今天我們去挑戰T2的一個過程 那希望大家如果 有人還沒有拿到炸彈珠 好不好 雖然說成就感大於獅子之一 但是如果你還沒有拿到 希望你大家都可以 自己挑戰 然後能夠獲得這個炸彈珠 好 那寶珠的部分 目前的話就剩下這個T1的佛力雜珠 那我們下一次呢 也會把他拍成影片 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們按讚訂閱 並且分享給生物的多數招 有這版Robox 或者說生物的多數招 有人還沒有拿到炸彈珠的 好不好 都分享給他 讓他看一下 然後再嘲笑一下他 你看我有了 你有嗎 我有珠了 你有嗎 好 那如果說之後啊 就是做著再更新 然後應該 照這個趨勢可能會再出 出個幾顆珠吧 應該不只這幾顆珠 之後如果再出新的珠的話 我們也會盡力的去挑戰 完成之後然後拍成影片給大家看 那我是Tank 我們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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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見